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第二节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 先介绍第一个大的问题 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 处理方法类似于权益结合法 说的是企业合并 为参与合并的双方通过股权的交换 所形成的一种所有者权益的联合 而不是资产负债的一种交易 那么这种方法我们教材和准则 其实都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讲解 所以为了帮助大家理解 我们通过一个小例子来进行说明 A公司是假公司的股东 B公司是乙公司的原股东 假如说假公司 想从乙公司的原股东B的手里 收购乙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 就意味着假公司 需要向乙公司的原股东B支付对价 假如说他支付的对价 是定向增发自身的普通股股票 所谓的换股合并 那么合并完成以后呢 B公司就不再直接持有乙公司任何股权了 因为乙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 现在是在假公司的手里来持有 合并完成以后 就形成了假和乙所组成的合并报告主体 请问合并完成以后 乙公司作为备病方 他的原股东B跟假与乙合并之后 形成的这个报告主体 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了吗 不是的 为什么 因为他拿到的对价是什么样 他拿到的对价是假发行给B的谁的股票 假的股票 那么假的股票对应的是假的这个报告主体的净资产 所以合并完成以后 虽然B公司不再直接持有原来乙公司的股权了 但是呢 他通过持有假发行给他的这个股票呢 对假和乙合并之后 形成的这个大的报告主体的净资产 依然享有所有者权益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所有者权益的联合 也就是说站在股东A和B的角度 假和乙合并之前合并之后啊 他们所控制的经济资源 他们拥有的资产对外承担的债务 有没有发生价值量上的改变 没有 只是什么样资产负债的一种重新组合 合并之前什么样子 合并之后什么样子 我们分析一下 合并之前的A公司与B公司 在他们各自所投资的主体 那这边是假 这边是乙的净资产当中享有所有者权益 各自享有各自的 这是合并之前 而假和乙合并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 是原来的两个股东啊 A和B他们联合起来 对假和乙合并以后 形成的这个大的报告主体的净资产 享有所有者权益 所以我们把这种情况下的合并的处理方法呢 命名为权益结合法 它是一种所有者权益的联合 不是资产负债的交易 所以合并前合并后 站在股东的角度 整体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都不能够发生改变 也就是说站在被并方以的角度 他被假合并之前 合并之后 他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都不能动 还是原来那么多 也就是说 原来在B直接控制的时候 他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是多少 现在有谁控制了 有假直接控制了 那你注意他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 还是原来那么多的钱不变 那么以前年度 以公司所赚的净利润 累积到今天变成了什么呀 说变成了留存收益呀 那么这个留存收益也不能够变 来吧 在权益结合法当中 原所有者权益继续存在 参与合并的各方 资产负债继续按照原来的什么 账面价值来记录 不要改变资产负债的金额 合并以后 企业的利润包括合并日之前 本年度已经赚的利润 比如说年度中间6月30号合并 或7月1号合并 那就意味着上半年 以公司在邮币控制 直接控制的时候赚的那个利润 现在要算到哪去 要算到假和以合并后 形成的这个报告主题里边 其实相对是来一个乾坤大挪移 把上半年 以邮币直接控制时赚的这个净利润 给他挪到哪去 挪到假的什么 挪到假与以所形成的合并报表当中 那么以前年度累积的留存利润 也应当保留 不能够给人家动 那么应当反映在合并后的个别报表 这个说的是吸收合并 如果说这里边假和以是一个吸收合并 合并完成以后 假把以给灭掉了 他以前年度赚的那个净利润 形成的留存受益 要算到哪去 要算假和以合并之后 形成的这个大的主题里边 算到假那边去 或者说合并财务报表当中 这个说的是控股合并 比如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以前年度以公司赚的净利润 形成的留存受益 要算到哪去 要算到假和以所组成的合并报表当中 不动 也可以打一个形象的比喻 就是他们两个结婚之前 婚前的这个财产要算到哪去 要算到婚后财产里面去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原来的国际会计准则 原来对权益结合法的应用 限定为权益是主要的对价形式 就是换股合并 两家人变成一家人 而我们国家的准则 我们中国的企业会准则 讲这个方法应用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当中 其实是如出一辙的 原理上是一样的 那么国际准则原来定的权益是主要的对价形式 就是两家人变成一家人 因为B公司它没有拿钱走人 如果拿现金跟这个就没关系了 但是它拿到的是这个报告主体的股票 所以说跟这个报告主体有没有关系 还有关系 所以站在原来的A和B股东的角度 下边的两家公司合并完成以后 他们所控制的经济资源没有发生价值量上的改变 所以就按照这种方法来做了 而我们国家的准则 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当中 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或者说集团内的合并 不管合并方支付的对价是什么 都按照这种权益结合法来进行会计处理 为什么 因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参与合并的各方 他们有最终控制方 有共同的最终控制方 站在最终控制方的角度 下边的子子孙孙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合并 最终控制方 最高层 那么他所控制的经济资源 没有发生价值量上的改变 这是他的原理 理解了吧 那么理解原理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防止我们后边在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 死即应备了 那么合并方 在企业合并当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 应当按照合并日 在被并方的什么账面价值来计量 不改变原来的计量基础 合并当中也不产生新的资产和负债 原来是什么 到我们这边合并报表上还是什么 那么被合并方在合并之前 账面上原已经确认的这个赏与 应当作为企业合并当中取得的资产继续确认 就是被并方 比如说这里边 以当年是B怎么样 从集团外以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方式收购进来的 当时在B的合并报表上确认过赏与 现在已被谁合并了 被假并过去了 要把原来的这个商欲 乾坤大挪移挪到假的合并报表上 这个内容我们在长期股价投资部分 给大家讲过是吧 那么合并当中不产生新的商欲 合并当中取得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与我们支付对价的也是账面价值的差额呢 在个别报表层面 条母公司资本印价股本印价 余格不足的冲流传收益 你看这个内容 我们在长期股权投资章节也都讲过了 第一个小标题给大家解释一下 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理方法 权益结合法 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第二个小标题是具体的会计处理 我们先来说个别报表 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 是不是之前都已经讲过了 温固尔之心可以为师宜 来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怎么算 是按照备合并方 所有者权益或可变认净资产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当中的那个账面价值 份额呈15米加最终控制方 收购备合并方形成的商区金额 原来的商区把它挪过来 那我们支付的这个对价按照账面价值 带相关的资产负债 如果支付的对价是发行普通股的话 我们按照面值带股本 差额把它倒几记住到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资本一价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是合并日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是本章的什么 是本章的核心问题 按照企业合并准则 母公司在合并日需要编制三张合并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利润表与合并现金流量表 那么其中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 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因为在合并日的这一天 集团增加了一个成员 新收购进来一个子公司 我们要怎么样反映这个点上 作为整体的财务状况 所以要编制反映某一个十点静态 信息的资产负债信息的资产负债表 而我们知道 就是它是一张十点报表 而我们知道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呢 是属于17报表 你得经过一段时间的生产经营活动 是不是才有利润 是不是才有现金流量 而我们刚刚收购 近来一家子公司还没有经营呢 哪来期间的概念 哪来利润表 哪来现金流量表 很多初学者 当然是善于思考的同学了 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怎么回事呢 就是权益结合法的思想 我们刚刚说过了 权益结合法被应用到 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理当中了 如果在年度中间合并的话 人家被病方合并之前赚的这个净利润 要算 不是说来一个乾坤大挪移吗 要挪到哪去 要挪到合并方的合并报表上 把它算成是什么 算成是合并方的业绩 那这不就来了一个期间的概念吗 也就是说 就认为按照权益结合法认为 合并当年的年初 他们两个怎么样就合并了 从年初到合并日 这不就是有一个期间的概念了吗 所以还要编制后面两张反映期间的报表 我们先来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这个编制问题 被病方的有关资产负债 要按照他的账面价值并入到合并报表上 那么如果双方的政策期间不一致的话呢 我们要以合并方这边为准进行调整 那么这里边的账面价值呢 是被病方资产负债在他个别报表上的价值吗 不是的 是什么呀 是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当中的那个账面价值 这个原理我们之前也解释过了 不要因为小范围的合并而改变最高层合并报表的结果 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被病方 如果是最终控制方若干年前从外边买过来的 当时呢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在当时购买日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上 是按照从集团外边收购进来的这家公司 净资产的公运价值并过来的 既然按照公运价值并过来 就得按照当初购买制的公运价值持续计算下去 所以到今天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时候呢 被病方的资产负债价值就有两个数字 一个是他个别报表上的 一个是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上的 我们要的是哪一个呀 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上的 那么合并方与被合并方在合并日 即以前期间发生的交易 应当作为内部交易来进行抵消处理 不然的话重复了 内部交易的抵消 我们会放在下一章重点给大家讲解 那么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我们要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当中母公司拥有的份额 相互抵消不抵消重复了 那么利用一点时间把长头与所有者权益抵消的原理 给大家分析一下 比如说母公司减 他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丙持股比例是百分之百 那么甲公司的账务处理 借长期股权投资带银行存款是一千万元 假如说出资个一千万了 那么丙公司他的账务处理 是借银行存款带十收资本一千万元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如果这个账都不会做的话 后边的课就不要听了 就基础太差了是吧 需要补课 碾上来之后你再听 来下边我们把甲和平给他圈起来 这叫企业集团 这叫甲集团 如果说把这个集团作为一个会计主体的话 变报表 你说这个主体他的所有者 或者说合并报表的所有者是谁 是甲公司吗 不是的 是甲公司的股东 比如说甲公司的股东呢 是一位神秘人物叫做张三 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啊 这个报告主体的所有者是谁 是张三同志 那么我们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 就需要把重复的项目给他消除掉 哪些是重复的 那么甲个别报表上去人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反映的是投资关系 而我们丙这边代方的实收资本 反映的是被投资关系 站在张三来看 他们两个之间有投资和被投资关系吗 没有 也就是说站在张三的角度 那么甲出资设立另外一家公司呢 相当于是把钱从一个资金账号 转到另外一个资金账号 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这里边的长期股权投资 母公司的长投和子公司这边的实收资本 给他抵消掉 反向抵消 那么资产增加在借方 那么减少就在贷方 权益增加在贷方 减少就在借方呗 所以这个抵消分路呢 我们在合并工作底稿上做的 就是借实收资本贷 长期股权投资 如果有人说呢 银行存款不需要抵消吗 不需要 因为这边减少 这边增加 最终没有发生变化 那如果说这个解释 大家还理解不了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式 那么母公司个别报表 1000万元的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在长期股权投资章节给大家分析过 它代表的是子公司饼净资产的份额 由于我们这边持股比例是百分之百 所以呢 母公司讲个别报表的长期股权投资 它代表的是子公司饼 个别报表的全部净资产 这能理解吧 而合并报表角度呢 饼公司的各项资产负债权都加过来了 还用不用你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去代表了 就不用了 就需要把它修掉 而这边呢 这边的实收资本1000万元 在饼的个别报表上 它对应的所有者是谁 我说 实收资本啊 作为所有者权益的一个项目 是1000万元 在饼公司个别报表上 它对应的所有者是谁 它对应的所有者是假公司 而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 所有者是谁 合并报表的所有者呢 是张三同志 也就是说 最终我们编制出来的 合并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者权益 对应的所有者得是谁 那得是张三啊 而我们饼公司个别报表的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1000万 它对应的所有者是谁呢 对应的所有者呢 是母公司 是假公司 而合并报表的所有者是谁 是张三 我们就需要把子公司个别 报表的所有者权益怎么样 给它消除掉 所以我们要借一个实收资本 带一个长期股权斗子 这是最好理解的一种情形 我们再换一种情形 假如说母公司假出资 80%设立非全资子公司丙 就意味着丙公司 还有20%的股权呢 在以公司的手里来持有 以公司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少数股东 那么出资的时候 假这边的处理是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银行存款 800万元 没问题吧 那么丙公司这边呢 一共收多少钱 假如说他这边的注册资本呢 是1000万元 全都到位了 那实收资本一共呢 是1000万 我们假这边出了800万 那么以这边呢 出了多少 出了200万元 所以说丙一共收到的钱呢 1000万借银行存款 大家放了 实收资本 假800万对应的是 他这边的长期股权投资 没有问题 还有另外的200万元呢 200万元的失收资本 对应的是少数股东 是不是这个处理 大家也都能够理解呀 圈起来 这叫假集团 站在集团整体角度 如果把它作为一个 会计主体的话 请问这个主体的所有者是谁 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的 第一种情况 全资子公司 合并报表的所有者呢 是母公司的股东张三 而我们第二种情况呢 不是百分之百持股 百分之八十 就意味着 子公司还有百分之二十的股权呢 在少数股东 仪的手里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大的合并报告 主体的所有者 就是有两个了 一个是谁 一个是母公司的股东 假定还是神秘的张三统治 那还有一个是谁呀 还有一个是子公司 饼的少数股东 以呗 那这当然这个体现的 就是把饼公司 子公司的少数股东啊 饼公司也当成所有者来对待 那么站在合并理论的角度 体现的是经济实体理论 我们教材有几年呢 还写理论 后来把它删掉 那是板面的问题 注意 合并报表的所有者 除了母公司的股东以外呢 还有一个群体是谁呀 是子公司的少数股东 那么站在整体的角度 我们依然怎么样 要通过编制抵消分路的方式呢 把重复的不应该有的 给它消除掉 怎么消啊 刚刚分析过了 母公司假个别报表的 长期股权投资800万元 它对应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本质啊 它的本质 对应的是子公司净资产的80% 净资产的份额 那其实从他这边 报表下面来看 对应的就是 实收资本假800万元 所以我们首先要怎么样呢 因为合并报表上 丙公司的资产负债权都并过来了 不用母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去代表了 所以就需要把母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800万元 和子公司这边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假的这800呢 给它抵消掉 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抵消份录呢 把子公司丙实收资本 1000万元全都抵掉了 其实这1000万元 如果拆分的话呢 包括假这边的多少 800万元 还包括以这边的是多少呢 这边的是200万元 如果说借实收资本 假的800 带长期股权投资800 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 它就跟我们刚刚讲过的 第一种形形是一样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编制的抵消份录 把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对应少数股东的这200万元 也给它从借方抵消掉了 而代方呢 我们又带出来一个什么 又带出来一个少数股东权益 按照经济实体理论 至于少数股东权益 也是属于所有者权益的性质 那么这个份录 这个份录如果说拆分的话 这个份录如果说拆成两笔的话呢 那么对应少数股东的 这个就是借什么 借实收资本是200万元 带什么东西 带少数股东权益是多少 是不是200万元呀 我们知道实收资本是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按照经济实体理论 也是属于所有者权益 所以它相当于是 站在快期要素的角度 它相当于是借了一个所有者权益 带了一个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的总额 有没有发生增减变化 没有 既然所有者权益的总和 没有发生增减变化 我问我们为什么还要做 这样的一个处理呢 是这样的 如果说对应少数股东的 这个所有者权益 原来个别报表 丙公司个别报表的实收资本200 我们不把它处理掉 换成少数股东权益的话 它就跟谁混到一起了 它就跟对应张三的这个实收资本 所有者权益混到一起了 所以说为了在合并报表上 单独反映出来少数股东的权益 在子公司净资产当中 享有的权益份额是多少 我们就把子公司对应 少数股东的那部分所有的权益 也全都给抵消掉了 然后打一个包 给取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少数股东权益 所以少数股东权益是一个打包的项目 它不再区分所有者权益的具体项目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其他中国收益 盈利公积 为什么不区分 如果说还用原来的所有者权益项目的原型 它就跟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张三统治的所有者权益混到一起了 你就分不清楚了 这块大蛋糕 哪些是少数股东的 哪些是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说我们的做法是把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不管是对应母公司的还是对应少数股东的 那么从这方抵消掉了 那代方对应的是什么呢 对应母公司的部分是抵长期股权投资 对应少数股东的这一部分 给它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少数股东权益 当年改革的时候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经把它改成非控制性权益了 我们讨论以后还是维持原来的名字 叫做少数股东权益 大家注意这个分楼里边借方的实收资本是抵消掉的 代方的长期股权投资也是抵消掉的 但是少数股东权益是抵消掉的不是 是在合并报表上重新确诊的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我们举的这两种情况都是设立子公司 但是资本市场上或者说我们考试提案往往是控股合并 比如说他们甲和饼的母子公司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是甲支付对价从饼的原大股东手里收购进来的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呢 比如说他原来的控股股东的是W公司的 而是持80% 那么我们这个甲呢付对价给他原来的那个大股东 是W是吧 W公司 然后从W的手里呢收购丙公司80%的股权 这种情况怎么做 这种情况丙公司怎么做啊 丙公司发生什么改变了吗 他的资产负债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对不对 只不过他的大股东由原来的W 原来的这个W换成现在的角落 所以说他这边如果做一个账的话呢 是借股本贷股本 借实收资本贷实收资本 借实收资本W我再冲了贷实收资本奖 把它带过来 这个明细上做一个话转以后 他就跟直接出资设立子公司一模一样 这是长期股权投资跟所有者权益抵消的基本原理 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理解 上层次 来下边我们看完整的抵消分路 长头与所有者权益的抵消 那么子公司的股本 实收资本资本 攻击其他综合税营 攻击未分配利润 这些所有者权益的项目呢 从计划给他消掉 那么代方的抵抵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持股的话 就意味着子公司有一部分净资产是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那叫什么 那叫少数股东权益 由于从借方把归属于少数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各个项目 也全都抵消掉了 所以说代方要给他换一个新的名字 打一颗包叫少数股东权益 那么站在计算的角度 我们用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总数成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 就可以了 下边 是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或者说权益结合法的一个特殊的处理 留存收益的恢复 文字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可以吧 你们回去自己读一读 关键词那是一体化存续的原则 那么你们边读这段文字边听我给大家解释 就是分录是这样的 就是把子公司在上一笔分录里边被抵消掉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按照新任母公司的持股比例从代方恢复 那么这个恢复不能够改变所有者权益的总额 那么由于带了留存收益增加了所有者权益 这方就得减少一个所有者权益 谁派上用场了 大众情人资本攻击 所以说这方冲的是什么 冲的是母公司的资本攻击 那么这个处理没有改变所有者权益的总额 它只是改变了所有者权益的结构 减少了合并报表上的资本攻击 增加合并报表层面的留存收益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恢复 其实前面讲过了 因为权益结构法 或者说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这套处理 合并前合并后 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 以前期间的利润形成的留存收益都不能够发生改变 就是结婚前的那个财产要变成婚后的财产 而这笔份录呢 长头跟所有的权益底下已经把子公司的留存收益 怎么样给灭掉了 刚刚说过了不能给人家灭掉啊 得保留啊 所以呢就从贷房按照新任母公司的持股比例给恢复 如果说我们持股比例呢 带盈余攻击未分配利润 这方充母公司的什么 充母公司的资本攻击 那么如果说母公司的资本攻击资本印象股本印象不够的话 就意味着留存收益没有完全恢复 没有完全恢复的话呢 须按照企业合并准则 需要在报表付诸当中进行一个披露 另外还有同学提出了疑问 说这个处理所有者权益总额没有发生改变 只是减少了资本攻击增加留存收益 那你做这样的恢复意义何在呢 那意义太大了 留存收益代表的是什么呀 代表的是你的经营业绩啊 留到今天累积到今天呢 如果留存收益多的话 你看这个报表你怎么认为 因为这公司好啊 历史上的表现一直非常不错 你就喜欢这样的公司 它是有决策价值的 立体 甲公司2022年1月1日 以28600万元的价格取得A公司80%的股权 那么A公司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是3亿5000万元 我们甲公司在购买A公司过程当中发生的法律审计等等直接相关费用是120万元 是把它寄住到管理费用了 上述价款均以银行存款来支付 那么甲和A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A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与甲公司怎么样是一致的 那么由于A和甲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我们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则来进行会计处理 能用到公允价值吗 用不到啊 所以后面给定了根据A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A公司作为备合并方是吧 没错 作为备合并方 那么它的股东权益总额是3亿2000万元 是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 其中股本是两个亿资本公积8000万 盈余公积1200万元 未分配利润2800万 那么合并以后呢 甲公司在A公司股东权益当中拥有的权益份额呢 是25600 怎么算出来的 这就是用它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3亿2000万 成我们的持股比例是80% 看看 那么这个乘上一个80%的结果 是不是25600啊 那这25600也是母公司甲个别报表 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出事成的 那么甲公司对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出事成本25600 至于购买该股份过程当中发生的直接相关费用 通过管理费用就直接记住到当期损益了 来根据这个背景资料 我们分别站在母公司个别报表角度 与整个集团合并报表角度来进行会计处理 先说个别报表长头的确认 借长期股权投资25600 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用被并发所有的权益账面价值乘80%的持股比例 直接相关费用呢 借管理费用120 我们一够拿出去的钱收购价款28600 付的费用的120 加起来是28720代银行送款 最后合并加上到期谁啊 资本公积 如果运行明细上的话呢 资本印象股本印象 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 这里边的直接相关费用是发生在集团内部吗 不许的是付给集团外的中介机构 所以呢管理费用用不用抵消 不涉及到抵消的问题 但是母对子的长头与子原来的所有者权益 是不是要做对冲啊 来吧 借子公司股本两个亿 资本公积8000万亿 盈云公积1200 未分配利润2800 都是题目当中直接给定的 拿过来就行了 那么我们代料母公司个别报表 对子的长期股权投资25600 形成的代方差额是6400少数股东权益 如果单独算呢 就是用合并日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总额 成少数股东持股比例就可以了 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抵消分路界方为什么没有差额 为什么没有商与呢 为啥呢 因为它是什么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那我再接着问你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那么这个抵消分路界方一定没有差额 一定没有商与吗 那也不一定啊 什么情况下 有什么情况下没有啊 如果合并方与被合并方 是同胞亲兄弟就没有 生的哪有商与 如果他们不是同胞的亲兄弟 被合并方 是最终控制方若干年前从集团外 以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方式收购进来的 他就有 就是乾坤大挪仪把他怎么样啊 把他挪过来的呀 千万不要剪了芝麻丢了 西瓜 下面 就是权益结合法 或者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这个特殊的处理了 那么我们要按照新任母公司的持股比例 恢复子公司被抵掉的留存收益 那么合并日之前 人家的盈余攻击是1200 我们持股80% 一乘的960代盈余攻击 未分配利润2800 乘802240代未分配利润 加起来充母公司这边的资本攻击就可以了 假定足够充 那这个题就讲完了 比较简单 17年的单选 下列各项关于假公司二某16年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七会计处理 会影响当年度假公司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留存收益项目 本年年初金额的是哪一个 我们看A 上一年末 资产的流动性与非流动性划分发生重要差错 是属于前期重要差错 要追溯重述是吧 那么本年预计更正 虽然我们要进行一个追溯重述 但是流动资产负债流动于非流动的这个重分类 或者说他的这个调整 跟留存收益有关系吗 没关系 所以这就不要选了 B呢 收购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 已公司60%的股权 这叫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那么制收购时呢 已设立五年 持续盈利 没有向投资者分红 就是他那边有留存 就是被并方 他有什么呀 有留存收益 交易符合作为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处理的条件 你说这个要不要选 可是这个处理 它会不会影响到留存收益的七处数 会的 为什么呀 因为权益结合法的思想 我们认为当年年初两家公司 是不是就合并了呀 就是合并之前 被并方已赚的利润 要算到什么 算到新任母公司的业绩上 而且人家已公司若干年前 从成立开始到合并当年 年初这段期间 就是以前年都赚的 净利润形成的留存收益 也得给人家回复 也得算进去 也得并过来呀 那其实呢 我们就认为 再往前追速的话 看你能追多远 其实我们可以追到 合并方与被合并方 进入到一个集团的那一天 进入到一个集团的那一天 就是他们有一个最终的 共同共识方的那一天开始 他们两个其实就是一家人了 所以我们下一章 讲合并报表特殊业务 比较报表在追速的时候啊 就认为在比较报表 最早期间的那个期处 的点上 两家公司就合并了 那个点上的数字 也要进行调整的 所以呢 2B这个选项是对的 C呢 自公开市场进一步 购买联营企业的股权 持股比例自25% 增加到53% 对它实施控制 这是权益法转成本法是吧 权益法转成本法 涉及到追速调整问题吗 不涉及 所以说这个就不能选了 那么D 那我再问一下 这个25%追加53% 控制个别报表 怎么处理来着 个别报表 53%的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是用原什么 加薪什么 用原账面加薪 公约是吧 来 那么D呢 根据外在条件变化 将原作为使用寿命 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调整为使用寿命 是10年并按照直线访谈销 这叫会计估计变更 未来适用法 不需要进行追速调整 所以不涉及到调整 期出报表数字的问题 因此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 是2B这个选项 OK 那以上呢 给大家讲解的是 合并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 贬值问题 那么下面呢 是合并日合并利润表 与合并现金流量表 这两张期间报表的贬值 其实原理前面也都讲过了 贝并方的收入费用利润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是从什么时候并过来 从当年的年初 到合并日这段期间 就把它并过来 乾坤大挪移挪过来的 由贝并方原来的那个股东 比如说最终控制方 控制时 赚的那个净利润 发生的现金流量变动 挪到哪啊 挪到新任的母公司 就是被合并方 新任的母公司的报表上 挪过来的 OK 那么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在合并日的会计处理 我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